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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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公 该吃饭了 这就来 您老办这些断砖干什么 有用 我过不去这个年了 阿弥陀佛 您往生时 我请人给您老助念 我往生时不用助念 靠自己念佛 让别人助念 没把握不牢靠 为什么呀 叫人助念 那是不相信我走得了 我这不用助念 我自己就走了 在家地在家与对面 techno 去模様 disposable 令人助念在家 在家居士有在家的工作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事 各干各的 出家人会讲经的给大家讲经 不 hanya给我讲经 不会讲经 也不会说话 enormous 出家人会讲经的 给大家讲经 不会讲经的也要给大家讲经 不会讲经的也要给大众表个好法 我什么都不会 不会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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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松经 也不会唱赞 就会念佛开荒种地 那我就表好这个法 要是不表法 我早就走了 阿弥陀佛 叫您表法呀 那是说您修得好 表得好不叫我说 什么都不能说 我现在一百多岁了 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老佛爷是我老和尚的根 我给老佛爷求过几次 要跟他去 可老佛爷没叫我跟他去 叫我在世间表法 师父 您还干呢 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马上就干完了 师哥 干了一天了 可以收工休息了 不要干了 这活我做完了 以后我就不做了 师公怎么还在敲隐庆念佛呀 今天敲的时间 可比平时长多了 师公 师公 我给您送早饭了 师公平时是绝对不会睡懒觉的 一百一十二岁的贤工老和尚 于公元二零一三年 努力任成年腊月初六凌晨 在中原南阳来佛寺 无诸苦痛 安详事迹 老和尚元寂之后 四众弟子守灵七日 念佛不断 诶 师公 师公的美貌 胡子 头发 全变黑了 这最想 世界稀有啊 那是因为 师父没有爱别离 没有怨赠慧 没有受八苦交尖 师父是自在亡生的 师公应该是在起床 做完早课之后 又躺回床上才亡生的 师公是不是早就 知道自己极交往生啊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呀 你看看这条路 原先堆满了玉米杆 刚才我们抬着师公的法体 往塔院走的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哎 师公是在清理道路呢 对 师公是怕办到 抬法体的弟子 师父一向不愿意 麻烦别人 自己能做的 都是自己做 就连身后的事啊 他都尽可能的 自己安排妥贴了 还有那些断砖 当我买砖头封塔 才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 他老人家不愿浪费 所以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 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 我当时还认为 师公是在做无辱工 师公的境界 其实咱们能想象的 以后我呀 也得好好惜福 希望临终时 有福报 自在地走 咱们都好好念佛 师父他老人家生死寥寥 万元放下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念了九十二年 这是什么 若要佛法兴 唯有僧赞僧 若要佛法兴 唯有僧赞僧 你们等一下 这件袈裟 师父您老穿着 真合身 真庄严 老人家的针线活 咱们可是见识过的 吃苦的 穿补的 想当和尚 会当婆娘 我拿着这个 你们给我照张相吧 这是师父第一次 要我们给他照相啊 是啊 师父 我们准备回去了 每菜您老多吃点 您多吃点 我们放心 平时他们给我盛饭 多也好少也好 我都不会说啥 盛多少吃多少 不然人家 还要跑来跑去的 我不愿麻烦别人 什么时候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师父 您每天怎么念佛的 我每天三点起床拜佛 有时一点就起来念佛 在佛像前念二十分钟 随后绕佛 然后再坐下来念 有时出声 有时不出声 更多时候是默念 佛时时都在心中 要念佛啊 其他都是假的 师父 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可别忘了接我吗 接 接 我好像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 是不是有什么花开了 哪里有花呀 而且 这也根本不是花的味道呀 咸宫老和尚二十岁出家 师父只教了他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叫他一直念下去 他老实 听话 真干 这一句佛号 念了九十二年 咸宫老和尚 法体安放后 六年零一百天 即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众弟子给咸宫和尚 举行了开纲仪式 没想到就在开纲的那一刻 一阵香气突壁而来 咸宫和尚在纲里面 竟然入身不坏 成就了金刚不坏体力 他的一生 一如晚年上所书 四十八院 一步大金 一句佛号 往生极乐